大伙好,今天猴哥因为说说猴哥送彩票的时候,因为猴哥已经答应你们了,猴哥是兑现的,猴哥原来在国内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37号小区住的时候,送过奖,送奖那年的猴哥是35岁,那个时候猴哥身体还挺好的,没有糖尿病的,因为猴哥送奖的第二年,就是36年的猴哥就得了糖尿病,先不说得糖尿病,先说送奖的是好,猴哥本身就是卖彩票,我本身也是彩票站的站主,那时候叫站长。 猴哥送的奖是什么奖呢,是29选期,那时候的29选期是东北三省加内蒙古自治区这么一个范围之内,南方没有这个奖项,但是那奖项现在是取消了,没有了,没有那个29选期那个玩法了,当时那个奖的猴哥送的时候,那个在哪儿送猴哥就不知道,一共是两个人送,猴哥送钱岁前是62万9千块钱,62万9千几猴哥记不清了, 最后呢是50万零,好像是3000多,有过两年的猴哥也记不清了,反正当时就是这么多,所以猴哥买彩票买的很多,今天猴哥就跟大伙说这个彩票这个事吧,猴哥是建议啊,不要过多的去买彩票,你买彩票一定有你的一个计划,一天比方说,我挣10块钱,我就花1块钱,千万不要破了这个规矩的, 因为每个人的收入和支出啊,你得让它成正比的,你别正比没有买彩票的多,这个你就不值了,再说彩票中奖太难了,猴哥本身就是卖彩票的,送彩票的人的经历啊,猴哥接触的太多太多了, 因为有一个哥们经常在猴哥家卖彩票,也花了很多钱,也有中了,也有不中,那个人呢,有位会中了12万,他是保罪取的,猴哥告诉我们,这也要,但太详细,猴哥就不能说了,他有一次中了12万,都是猴哥上大脸给他领的奖,猴哥回来又给的他,他都没上我家去,彩票都没看着,但是当天中奖那天,马上我打电话,他说我知道中了,你去给我领,完了给我就行了,但是猴哥给他领完就给, 这个时候外人是不知道的,但是猴哥知道,猴哥因为本身就是卖彩票的,就是我送完奖,我得给你保存住啊,完了第二天我就给他领的奖,那时候这个几十万,十几万的大脸就可以领,那时候好像五百万的上沈阳去领了,所以说猴哥那建议买彩票的人呢,你不要过多的去买,你看现在猴哥在多伦多也总的买彩票,这外国的彩票跟国内彩票有什么区别呢,你在国内买彩票你可以不说,但你在外国要卖, 中彩票,中了一顿奖,一定得在媒体和报纸中,知道你这人谁中的,中了多少钱,你都得说出来的,你叫什么名字,这个人都得认识,都知道你了,就是你中的,这么来也没什么,确实是这样事的,因为猴哥在这边也中过两天多加币呢,上岁他还中过一回两百多,现在猴哥也总在买,这个猴哥是不建议你买的太多呀,因为这个中奖太难难了, 我家的彩票站,现在也还有人在经营着,从哪猴哥中过那次奖之后,那次年猴哥不三十六吗,今年猴哥都三十五啊,说错了哈,那年猴哥不三十五吗,今年猴哥都五十二了,那个奖项到现在没人刷新那个记住了,因为就猴哥中了以后,好像是后期又中了两回四十多万呢,还是多少,猴哥就不太了解了, 白彩票呢,买的也是很多,那次猴哥是买三百块钱的,是我外甥爷给我打的,他在我家也是打工,帮猴哥干活猴哥给他开支的,他帮猴哥打的彩票,因为那天是二月九号嘛,二月八号送的家,所以猴哥以后每年的就是到现在也是猴哥,每年的二月九号猴哥都庆祝一次,上饭店吃点饭啦,出去玩一玩啦,因为那是猴哥最高兴的一次嘛,所以猴哥就那天天当基建日了,所以到二月九号,每年的二月九号,猴哥都庆祝一次,上饭店吃点饭啦,出去玩一玩啦,因为那是猴哥最高兴的一次嘛,所以� 猴哥等着你猴哥出去吃点饭啦,玩一玩啦,出去溜达溜达啦,就是很好的,但是猴哥确实不建议你多买彩票,彩票这东西总讲太难太难了,因为猴哥本身就是卖彩票的,这卖彩票的人呢,猴哥经历太多的,什么样的人都有,有的是借钱的,买彩票的呀,什么都有啊,猴哥有的卖彩票的,总上你这打神价,有一次说今天我没带钱,他打,你不好意思不给他打了,他也不送给你,猴哥也瞎了很多钱,但是尽量去少买, 一定要根据你的收入,比方说我挣10块钱,我打1块钱,不影响我其他别的,这样是你一定要有计划,男人买彩票,这东西建议还是少买,猴哥送彩票也纯粹是命,猴哥很感激那次,因为猴哥先出国,今天走到今天呢,你猴嫂有很大的功劳,猴哥要有猴哥这种心态呢,在我家黑龙江一兰现在呆,还是农村的,猴哥就不会走,我在黑龙江一兰我家的农村也是过的是, 红布那个村子,一共60户人家,猴哥也算是最好的那一户了,一等户吧算是,除了村长之外,村长也没有猴哥的房子,猴哥那房现在还在,猴哥去年回去了,因为我们的同龄人都走了,没有几个了,因为都在外地了,干活了什么都有了,村子回村子看,很可怜的,因为没有,碰不到这个,我这个年龄人都走了,这个彩票的过程基本就这样吧, 但是猴哥没有,像你猴早上才跟大伙开玩笑,猴哥帐样,猴哥并没有帐样,我中奖很多人都不知道,可能到猴哥2011年走的时候,人也不知道猴哥中奖,但是猴哥中奖,猴哥并没有帐样,我请了大伙吃点饭,该给谁给点,一个哥们干得打工的啦,或者是外星人的姐姐哥哥都给点, 后来那剩的40万,就借到我黑龙江的一个哥哥,他做东西生意嘛,我就借给他40万,所以大连就一再来,这还在做,猴哥的商店卖的彩票,一直在经营着,但你猴嫂脑的猴是,他就说你得买房子,老猴,你不买房,将来这房子涨价了,他们还给咱们钱,也不够买房子钱,但是猴哥那时候,大连房确实便宜,猴哥买了五套房子,首付是13万块钱,那五套房子,如果你要全款付, 才60万,猴哥一起就买了五套,那五套房后来就两寒念书嘛,在江大留学,一点点就没钱,猴哥就开始卖,头一套卖了三十几万,猴哥想不起来了,后来一点点就最贵的一套,卖了55万好像是,我记不清大致是那个数吧,真的是改变猴哥命运的一次吧,真的猴哥很自主,很感激这个社会,猴哥真的,猴哥命很好,运气很好,也摊出很好的喜。 所以咱们这个到五岁的人,一定要珍惜自己那一半,知道吗,这个世界要感谢谁吗,你的父母把你养到这个世界上,在于你那一半,猴哥有病的时候啊,就2016年有时候,以前呢,猴嫂好多朋友经常上美国呀,那这玩的朋友也多,但是猴嫂猴哥就是干活,你猴嫂从那猴哥出事以后呢,猴哥就有点郁闷了, 所以你猴嫂就不跟你们朋友聊,亲人陪我,那揉着揉的,给他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吧,猴哥几年呢,19年的脑子才晃了,以前总是记性不好,经常因为猴哥还出去干活嘛,猴哥是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啊,大伙说话,就是一来来看吧,猴哥确实不是在上,确实猴哥中奖,那是猴哥在家写过日记,大伙看一看,当时猴哥中奖写的一个日记。 这就是猴哥36年写的,猴哥没文化写的字也不能好看,大伙看一看就行了啊,这是猴哥交您的税票,因为税后,税前是62万9,到手的钱呢,到手的钱就是50万03627块钱那个税后了,因为这个中国跟外国的彩票,加拿大的彩票没有税, 你得多少钱就是按多少钱都给你,他没有税,而且加拿大有什么,他这个彩票站呢,国家还给你奖金,但是 那只给你佣金,原先是8%,现在多少猴哥是不知道了,彩票今天就说这些,猴哥想你再跟大伙说吧,但是猴哥建议你不要去贵头的去买彩票, 中彩票人真是太少太小了,猴哥中完奖之后,你想猴哥那是35那年中奖,到现在都17年了,就是开发局那个彩票,到现在还没有超过那个记录,中过两次40多万,再就没有超过62万9,猴哥中的那是最多的一次,今天彩票就说这些吧,谢谢大伙的观看,等以后有猴哥再想你再跟你们大伙说,非常感谢国内这些网友,猴哥说什么,大伙都愿意听愿意看,谢谢了啊,今天就说这些。 。